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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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看看有沒有適用 這些都是頭等位才有的 你看看有沒有適合你簡潔 沒有, 先生媽 先生媽, 我還有什麼可以幫你 先生媽 沒了, 沒問題 你會不會忘記了? 我應該有些東西可以幫你 行了, 咪咪 你真的忘記了? 行了 謝謝 謝謝, 先生媽 麻煩你幫我兌這十元美金做港幣 但不要在九點之前兌 因為九點美國會公佈就業數據 我想會影響到匯率由七點九… 可能到七…九… 夠了… 先生媽, 這裡八十元 還有兩元, 我給你的 對, 用對的時間就是金錢 一來一回都不止兩元 給你賺了, 咪咪 你很聰明, 咪咪 招呼不了 你這樣做 好, 咪咪 在哪裡 人們欠錢就還錢嘛 這樣搞得…真是類街坊 關你什麼事? 那當然關我事 大家旁邊左右… 你這個魚慕蓮 魚不是叫魚, 它是蛇慕蓮 就是那個字不動穿的東西 又真的好像動穿了 死了 你這麼多東西說 你這麼急著要在這裡 我好心提亮他 真的, 你不喜歡我說就不說 但是街坊街理而已 有時候就是說 他方便, 我也方便 難道… 兒子, 你幹嘛無緣無故開門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 你不要亂開門 現在這麼多陌生人在這裡 那又不懂, 媽媽在裡面嗎 媽媽不在裡面 進去什麼都沒有了, 是不是 什麼都沒有了 媽媽很辛苦 好, 走吧, 走吧 我們回去自己弄, 你真是… 媽媽, 你這麼大, 是不是? 你也很大, 你吃了很多東西 你明白嗎? 今天不見了你, 你不吃了嗎? 叔叔, 你們是什麼野人? 叔叔是什麼人?不要緊的 叔叔, 你會不會隔壁的依依嗎? 會隔壁的依依經常邀請我食堂 很道極 叔叔就麻煩你一件事 如果你再看到那個依依 你就打個電話給我 這二十元就給你, 買零食 記住了, 再見… 為什麼這麼多人找依依? 我會不會隔壁, 看我還是要吃到 你會不會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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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的袋子很漂亮 上個月是Makkin才看到 香港應該還沒可以買的 是, 我和男朋友在巴黎買的 香港好像今天下午才翻房 你男朋友對你真好 沒問題, 我介紹男朋友給你認識 好 好, 我來介紹一下, 謝謝 生平一隻, 你好 莊大松先生? 你是… 你不認得我嗎? 我是可通神慈善紀念基金的 籌务主任林淼淼 之前和你聯絡過 是呀, 記得是林小姐 你之前答應捐給貴州起學校的 不賤本 因為你不在香港 所以我們一直無法聯絡你 今天看見你真好 你打算建學校嗎? 是呀 莊先生很有賤心 他還說建好學校之後 不需要用他的名字 只要小朋友有書讀就行了 我們的工程一共分十二期 每個月息四百分之一 莊先生, 你還記得嗎? 記得, 怎麼會不記得? 不過建學校有月息嗎? 大陸通脹很重要的 我們第一期的工程就快開展了 莊先生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先給我們第一期捐款吧 線有戰報, 福有遊歸 當然可以, 做善事 你男朋友真是一流 你好… 你真好, 落機不過三個小時就被你找到 莊先生, 我代表貴州千千萬萬的小朋友 謝謝你, 我也不妨礙你了 到時候再來收下期的優惠款吧 好 哥哥 是 你們這裡有沒有博物館? 沒有, 最近也要去尋找酒才有 可惜了 因為我發現了一塊花石在這裡 不適合就做給你了 對…千萬不要 我現在還是紐約早上早的時間 那你可不可以呢? 這張早餐算了 你先做明天的早餐給我 要一個中華的煎雙蛋 中華的龍蝦沙羅 隨便一堆來吧 一間四樓酒店竟然也有八兒的樂廳 真是人不可以茂常 今晚阿Los想開派對 他說叫你去, 你去不去嗎? 當然去, 有得玩 人一輩子一輩子, 一定去的 對, 上次欠爸爸的帳子, 你好找 阿吉時, 我不是說不還錢給你 我真的用盡辦法, 但酒店就虧本了 我再說一些壞事, 先說一些正經事 怎樣… 我聽他說, 今晚有很多好東西 是, 真是… 想起也開心 上次我借錢給你的時候 爸爸已經有點名言了 如果這次拿不到錢回去 我很難跟他老人家交代 不要緊, 一場老友我替你拆掉 我把酒店的股份讓給你 當買一條菜就行了 這樣嗎? 我收到封了 全城智領的豬不辣寶寶 今晚都會來 不是吧? 我叫寶寶已經爽了 還不住不辣寶寶寶 四十二次長腿 厲害… 不…一件不罷了 反正你們老實的集團 都是開酒店的 我文件準備好了 你簽個名就搞定了 所以不能債, 還要幫人耍蝕本生意 一把年紀都這麼笨蛋 真是…人不可以茅上 先幾歲… 十幾歲… 躲起來就不說話 難怪了, 八二娜必不捨得 真是被你找到 我和酒莊很熟熟 他把幾瓶給我 比八五那瓶好很多 我還有幾瓶八二年的木當 八二的木當當然好 但早幾年喝就更好 好, 現在喝就有點過了 本來的世界就是這樣 原本是筍物品 但你現在才來就可能是糟糕 糟糕 你老朋友真是識貨 不是你老朋友嗎? 不夠你這麼老朋友 我好想說 諾二汐先生 我們是政府派來的執達地 武士集團以債權人名而成功申請了 格拉斯高酒店的清本 由現在我們要查封這家酒店 這張是怕停封流令 由現在是格拉斯高酒店 和酒店所有的資產都會被查封 你不能帶酒任何東西 為何會這樣 你放心, 它查歸查 這瓶酒是你私人財產的, 它不能查的 這裡也不像是酒店 酒店… 這裡不像是酒店的 好… 由這間格拉斯高酒店被查封 今晚大家會在這間社區中心住 這間社區中心設備很齊全 有冷水、熱水、杯面 我們還會提供一些被子、枕頭給大家 如果你們想洗澡, 後面有個公共浴室 如果沒問題, 派茶休息 我們是香港遊客, 你把我當監燈嗎? 是… 我們付太多錢了, 要我們住這種地方? 是… 大家稍安謀草 我們已經為你們作出最妥善的安排 不是… 我們已經為你們作出最妥善的安排 各位, 我最喜歡聽到人家說 我們這兩個字 因為我們不是我 我是不用負責的 那你們想怎樣? 我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睡街上也沒問題 你們東方蜘蛛變成東方臭丸 你們也沒問題? 問題是我, 小姐 如果我今晚十二點之前 不可以入住一間五星級的酒店的說話 那我就會去報館投訴你 投訴你… 是, 撲你… 是你令我們睡街 是你… 是你令東方蜘蛛變成東方臭丸 是你… 是你… 小姐, 是你 我也不想的 你不想是嗎? 是 那你早點說話, 我就幫幫你吧 爸 爸, 我買了龍長軒幫我留包給你 剛出爐還拿手 還有, 你喜歡說放原汽奶茶 我故意叫師父過來這裡送給你喝 唐先生 是呀, 關於格拉斯高酒店 你懂得這麼哄我, 我也很開心 我只有你一顆 我真的想把整盤生意交給你 但是這二十多年, 我真的交不下手 沒有, 我今年七十二歲 我心裡…我真的越想越害怕 爸, 我知道你令你很失望 那間酒店… 是唐伯德先生 謝謝… 我說一句這麼多 你知道明天報紙的頭條會怎麼說嗎 酒店大王, 武士集團 趕點客人睡街 東方之珠淪圍, 東方臭丸 爸, 怎麼… 你這間酒店更厲害 是, 員工服務不頑皮, 食物質素差 環境就像狗鬥, 裝修就像藝樓 你是什麼人? 我叫麥提爽 是你們格拉斯高酒店的住客 這樣的, 唐先生,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 吉少在執拔你茶風酒店之前接收了 其實真是挺難的, 自機封自機 現在左手欠右手錢, 右手就打批左手 說出來也沒人相信 阿吉,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支不抵債? 他的房子在銀行已經做了家案 總之他拿房子再賣 我們什麼好處都分不出 這盤生意是蝕本生意 阿爸別告訴我 細棠先生, 你作為一個朋友 真是千古難求 你作為一條水魚, 舉世都無雙 大棠先生, 但說到蝕錢 其實蝕得多虧 貴集團一年只順利也有十多億 問題是大棠先生 十三歲就出來酒店業做貼乳 你二十三歲就破格當經理了 三十二歲就開始運動自己的集團 紅霸酒店業五十多年, 對吧? 你的酒店遍佈全世界 現在因為一間格拉斯高 弄壞了名字, 真是不值得 你對我也很熟悉 那你想怎樣? 好, 我查過 你們旗下的集團 有些行政套訪丟空了出來 你說你如果能夠安排 我們這些格拉斯高的苦主進去住 我們這些苦主住得舒適, 又吃得招職 就不會對傳媒胡說話 對…反正刺激了 Kyoko, 這件事你替我處理 要好好的對待苦主 謝謝唐先生, 謝謝… 爸爸, 麻煩姐姐 細唐先生 大唐先生說你要好好地招呼照顧我們 那你還有什麼要求? 你那瓶八二年的末端 如果再不喝, 真是過期真 我爸爸幾十歲, 他有血壓高 我從來沒想到做大事哄他開心 但是我也沒想到我會弄到一鍋泡 他今晚的血壓一定會升到八八 其實也不是真的這麼嚴重 只要你記住 這間酒店真的不是人家住的 東西真的不是人家吃的 這樣就能夠拆開了 我來了… 唐先生, 聽說你們接管了 這間格拉斯高的酒店, 是不是真的? 你們把客人趕進去中心 和樓朗巷一起住 有沒有覺得影響香港的形象? 這間酒店出品太多, 客人有壇無賺 說不是人家住的 你說得對, 這裡真的不合人家住 合狗狗貓貓住 我們打算將這裡改建一間 全港獨一無二的 寵物五星級酒店 你說這裡的東西不是人家吃 但是貓貓狗狗來說是非常適合的 你說那個泳池小, 人家游下去游不到 但是對貓貓狗狗來說 就覺得非常大 總之什麼狗都好, 牠們都覺得很大 我們還在這裡開設一間寵物比農中心 裡面又可以有村人跟他們按摩排毒 總之令寵物樂而忘返, 又一流享受 這樣不僅促進本港的旅遊業 還提升香港的形象 朗先生, 不如再說多個計劃 朗先生, 一事有想法 這個計劃相當好 是, 不過不知是誰被騙牠 小姐, 這個袋子剛進了巴黎運動 我知道有人已經在用 不過我應該是另一個 包起來, 謝謝 對不起, 小姐 這張卡過不了數 又是這樣 試這張吧 Pilco, 你以為Kenny喜歡紅色還是黑色 Kenny是不是長頭髮那個 長頭髮那個是Mandy 脫掉了很久了 對了, 你…不用了, 我自己… 朗先生, 唐先生想看看 加拉斯高盤的帳戶 和酒店重建的預算 行了, 你回去搞定就行了 大哥說要你親自處理 你先回去吧, 走吧 先走了 是, 白天嫂 小姐, 這張卡也不行 嫂子 又不行 我找你就是想幫我去做事 第一, 你給我選擇 送哪件衣服給我女朋友比較好 對你來說 哪件衣服小布, 哪件就好一點 你不是試清楚嗎? 我包小布那件 第二, 我說要我選擇小布 你試清楚一點 做給她看, 你是商業的比賽 你一定跟我拆得好, 對不對? 先生, 請你可否用你的黑卡 替我擺著包包? 你的黑卡有九字, 划算很多 我待會再給你錢 好, 無所謂 什麼無所謂 第一, 你今天真的無故給他10% 第二, 你的信用額 信用額無故少了24000 無故無故損失 無相關, 我大碼信用額 不就方便一下人 吉少, 你有聽過什麼叫等價交換嗎? 即是別人在你身上拿了什麼好處 你也要在別人身上拿同樣的好處 但你看看這位香港製造 全身都是名牌 但沒有一張卡是可以用的 又忘記帶貨幣 你覺得你可以在他身上 拿到什麼好處呢? 替我試衣服嗎? 試衣服? 虧你能想得到 很漂亮, 我也穿得挺好看 不知道這裙貴不貴? 我提一提你, 你只是試衣服而已 試了就行了, 行了嗎? 行了 你肯不肯定 他跟你女友身材差不多? 差不多不差不多 差不多就不肯定了 好嗎?你有抱過女朋友嗎? 有 你看看, 抱抱抱抱抱大小, 尺寸吧 你這些好像不是叫什麼等價交換 叫抽水 不是, 我自己說出來也覺得過分 那我把卡給他吧 小姐, 你的袋子還要不要嗎? 有客人想看 要 可以了… 有客人要送給你吧? 我差點去找我找你, 算的 那我看我一會兒要送給你 我去找你, 去找你 我去找你, 去找你找我 我的… 總之每天都有人問你取得好 你做生意機決, 等假交換 等假交換, 我會記住 這樣吧 不好意思, 麥先生 我們替你換了房間, 請跟我來 麥先生, 歡迎你入住我們的總統套房 你好, 你這麼高嗎? 麥提嫂先生 你滿不滿意我們酒店的安排? 唐先生… 看看收到什麼價錢吧 兩元之下我也負擔得起 麥先生, 你是我們的貴賓 你在這裡的所有消費 當然是入我們酒店的數目 我是貴賓 你看 我有多貴 麥先生, 你在1993年 在美國讀完MBA之後 立即加入了當地的 PAM非比斯資產管理公司 你是華爾街著名的追擊手 在1998和2000年 你分別收購了LOL和MIA兩間公司 然後分拆出售 你是所有大商家都聞風變色的黑毛線 一年之前 你為何突然在商界消失了呢? 為何你突然又會在香港出現呢? 到底你來香港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我從小到大都想試一部那種三角琴 真是 這個世界沒有人比我更加了解我的兒子 他是一塊什麼料?我最清楚的 他竟然能夠在屯門面前 說了這麼得體的話 我看一定是麥先生你在背後教他的 寵物酒店只不過是權宜之計 用來保住武士的形象 最多只能做到收支平衡 絕對不是一件大生意 以麥先生這個洪財偉略 我想一定有長遠一點的想法 是嗎? 大堂先生, 其實生意是不重要的 你說來說去最重要是接棒的問題 你想交一支棒給小堂先生 是怕他接不到而已 麥先生, 我真是衷心希望 你能夠替我訓練一下那個跑手 你是商業界的奇才 只要你一出手 他馬上可以成為商業界的寶德 麥先生, 你要什麼條件 我都可以給你 大堂先生, 你這麼有誠意 如果是一年前來找我 我一定答應你 但是現在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不好意思 淼淼, 怎麼這麼散鏡? 停, 你怎麼搞的? 把手指插進去, 衛不衛生一點? 你放心 我個人的衛生水平是一個很高的標準 明明去完廁所, 我一定會洗手 普通被人投訴, 你就糟了 小姐, 結帳了 我沒有生紙嘛, 不用付嗎? 是文職字嗎?千元字沒得找 不好意思, 讓我看看 找給人, 表姨 小姐, 問你, 問你話 謝謝 想加什麼? 我是叫雲吞牛筋, 不是雲吞牛腩 牛腩, 我副假牙, 吃不了 還有, 我叫酒蔥的 一整碗都是蔥 難道你要我一條挑釁出來嗎? 馬上替你換個 是… 怎麼搞的?丙叔 人家要雲吞拼牛筋給牛腩 還有蛋開又不走青? 吃了十多元在那裡閹沾聲門 有錢就叫他光顧大酒店 妹姐, 你又怎麼樣? 整盤碗都放在那裡, 又不用洗 什麼?你說什麼?我聽不清楚 你知道我撞龍了 我說我通知你 下個月開始解僱工, 聽到嗎? 等我來… 爸, 每次都要你下手下腳做 收手 還喝汽水?叫我們下單嘛 齊叔, 請我孫子喝汽水好嗎? 不是說不行 不過最近通脹這麼厲害 我們已經沒有加你價了 街坊一場, 收少你一元吧 現在不喝了, 我孫子有點咳嗽 是呀, 不喝了?喝茶吧 你怎麼搞的?被人自己開雪櫃 我沒辦法, 波哥走了 我一個人勞動兩個人的工作 就這樣了 什麼?什麼? 怎麼樣, 爸 你氣水一瓶半瓶不要緊 何況三嬸是熟客 你怎麼搞的?叫得不是… 每次人家說給你也送 人家進來打劫是不是給他錢 你不可以這麼好人的 你的錢有血有汗的嘛 你和阿啟敏婆子的錢 你又怎麼樣?你到底有沒有買明擺 費事跟你說, 我去洗手間 什麼?給我看看這是什麼盤子 這個款式?我剛才在雜誌見過 是新款式 是嗎?那是不是A貨? 這是什麼盤子? 我不知道 行, 找你貨, 彈一彈就知道 先看看, 彈一彈 你們幹什麼? 這麼緊張, 不用說你的名牌 什麼?我工作經常都要出入高級地方 今天才去完五星級酒店 沒分一件半件這些小貨, 很寒酸的 女兒, 我不想泥足深陷 當年你為了買明擺 把卡都弄破了, 棄人全身掃 結果還用收帳妹來填帳 現在還沒還得清 我想你吸出這個教訓 我記得了, 爸 但你也要記住 我不是收帳妹, 我是收帳員 正當職業 而且我的帳號每個月都在薪水扣 都清了一大月 爸, 你放心吧 我現在每天對著那些債仔 全都是反面教材 我打死也不會回頭, 我有底線 是就最好了 誰大有錢人來買雲吞麵? 哥哥, 嫂子 哥哥, 嫂子, 嫂子, 吃飯吧, 吃飯吧 吃飯吧, 吃飯吧 很棒 七宋一湯, 見過早節吧 當然, 送回來陪我吃飯吧 這條魚… 老婆拿回來東星 這條魚, 真是貴得你也不相信 海鮮好, 說牠剛剛才游上來 下次再試真點 如果不行, 我們下次不幫牠買 是… 先試… 多吃點, 否則你們出街吃味精 是沒益的 爸爸, 你以為我不想念 你的豆豉、炆雞和頭腩嗎? 但我不是那些義太佬 義太佬下班, 拍拖子, 他們就走了 我是CEO助理 全亞洲最大的米箱 全香港七百萬人有飯吃 是靠我的 別說你們 忙得連我們兩公火撐袋腳的時間 也很少 我記得, 我先給你家用 這麼多? 爸爸, 一次過給幾個月了 否則, 我不知道何時才有空 回來陪你吃飯 你不是這麼忙嗎?在哪裡? 做生意沒辦法 幸好有他提醒我 你看, 待會我還要跟美國那邊 開視像會議 老婆, 快點吃飯… 我們要回去 快點多排幾口吧 哥哥, 你看成這樣嗎? 爸爸今天特意收店 回來煮飯給你吃 老婆還沒坐亂就撇 沒辦法, 做生意 爸爸, 其實我早就叫你別做了 不過幸好你聽我說 早就買了店舖 否則現在還在額貴租 好, 其實阿San回來陪我吃飯 我已經很開心了 齊忌是我的心 你說要撿就撿嗎? 旁邊有很多夥計跟著吃飯 我打算齊忌是家族生意 老爸傳仔的兒傳仔 不過你是聰明 小子又被你拿到工商管理的碩士 難道叫你回來綠綿嗎? 只要Miu Miu, 我的心願 最重要是她不要大花洞 省錢, 不要經常買名牌就好了 怎麼無緣無故燒我一疊? 嫂子給她一身名牌 李大嫂又怎麼同? 她是專利地產的代理 她賺到錢就可以買 不學得你, 衝大頭鬼 進來 苗苗 你這麼多衣服, 怎麼不放進衣櫃 走啊, 走啊 你沒事吧, 搞什麼, 苗苗 沒辦法, 東西越買越多 都不夠位置 這兩個上櫃的, 還不扔掉它? 扔掉它?我很貴買回來的 卡甩還沒找到, 扔掉它 你敢失法 多給你一個八七大衣櫃也不夠失法 好了, 拜託你當做善事 送些袋子給人, 保抑一下窮人 舊的人不去, 新的又怎麼來? 送給人? 我捨不得 臭妹妹, 今天才上架而已 這麼快哪裡買回來? 不用說, 漂亮吧 不過我怕有點不耐心 你想用多久? 袋子的東西用一季 已經完成了歷史陰謀 用兩季的話, 已經物超所值 用到三季, 像劇集季三那樣 你不厭, 我也悶了 別說這些了 嫂子, 你那個限量版七筆袋呢? 我的袋子?打進冷宮了 你不要嗎?又有給我, 我很喜歡 也好, 孤仔價吧, 六支 那就是跟介蘭站差不多了 嫂子, 我真的很喜歡 行了…我等你出了薪, 你才給我錢 還說出薪, 今個月看來都吃菊種了 這就叫同人不同命了, 你看 又漂亮又厲害, 又嫁得好又住豪宅 買個袋子, 爸爸也說我不壞你 你也可以的 你明天來我這裡, 拿個酒袋 搭配得漂亮一漂亮 自信心回來了, 自然會認識到男生 男生我認識很多 不過不是債仔, 就是追財的 對了, 那個整日慕蓮有沒有消息? 阿鳥姐, 我們已經天天去辣家 我們死伯父是不逃頭的嘛 難道每天都要殺人放火嗎? 對, 但是… 是不是每天都要去這麼狼? 我說了多少次 我們是正規的收帳公司 犯法的事是不做的 我們也知道, 但真的沒辦法 你跟了我這麼久 可不可以用你的腦子去想想? 用了 他家裡有腦有亂 有沒有找過老人院和幼稚園? 對, 為什麼我想不到? 廟姐, 你果然是我們收帳部的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就知道了 我找到他旁邊的那個小孩做我的針 那個女人一瓶頭就會打電我 怎麼樣… 叔叔, 旁邊有人回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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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了, 吹鬼, 打死你了 Betty… Betty…阿爽, 阿爽, 阿爽 真是阿爽, 有…有沒有打傷你 我沒事, 我怕弄傷你 阿蓮和KK 我帶你去 小心… 新鮮雞蛋仔, 很香的 很漂亮的 KK, 畫香蕉嗎?你是不是肚餓了? 不肚餓 不好意思, 要你陪媽媽在這裡擺檔 我每天跟媽媽擺檔畫公仔 就算是餐餐吃雞蛋仔, 我也這麼開心 殺到你了 KK 媽媽, 阿爽哥哥 給他五, 來吧, 再一次 好 阿爽, 你怎麼會找到你這裡的 你故意從美國回來找我們? 難道她是她老公? 你自己人, 你回來香港也不說話 有什麼事, 我可以幫忙 我也是這樣說她的 有事要找男人出頭, 她又不怕 做生意, 你就不可以這樣做 這個檔攤不能直接放在這裡 你只要裝修 媽媽, 漂亮嗎? 媽媽, 你又耍手機嗎? 雞仔, 別人才知道你是雞蛋仔 好, 考慮一下 我只是說說 我忘記了你不可以開玩笑 你不是想要一輩子在這裡賣雞蛋仔 對吧? 好, 夠了 我現在有間板間房間住 有個檔口可以賺錢 我不需要你幫忙, 我自己搞得怎麼樣 是… 香港製造, 你有什麼貴幹? 幹嘛?我擋住你嗎?我賣雞蛋仔 一抵 好, 你馬上來 你, 別妨礙我做生意 你想幫忙, 你就幫我買雞蛋仔 好 神經病 不要… 你搭車也要的, 是不是? 你犯了, 我下次買 口想何包 你請我來, 奶奶 吃東西不給錢 奶奶, 你… 你…你先走吧, 牠們整天都是這樣 我先走了 KK, 下次再見 又吃又拿 沒見過那些男人這麼壞 奶奶, 坐一會兒吧, 坐… 你是社務年, 是嗎? 是呀, 我們認識的 媽媽, 我說得漂亮不漂亮? 很漂亮, 簡直可以貼堂 貼堂? 那豈能上學? K仔乖 媽媽說過, 還好錢就馬上替你報名上學 好嗎?好嗎?好 乖, 你過去畫畫 是, 我們是怎麼認識的? 什麼?剛才那條口我叫你 有嗎?我有什麼幫到你? 我問你還沒?很久了 是…沒事… 威Sir, 還沒找到那個蛇慕蓮 雖然, 人還沒找到的 數目當然還沒收到 你就通融一下吧 其實那個女人很可憐 那個老公又壞了 欠人家一筆數不還 被老婆負責, 拋妻棄子 你是不是在說我? 有什麼話再說 說又怎麼樣? 你這麼壞了的事都做得出嗎? 應該拿去打把 搞碎完之後拿去餵豬 你說話也挺有心的, 收帳妹 我不是收帳妹 我是收帳員, 收帳員 這麼多水, 你叫林三水嗎? 林渺渺, 你懂不懂字嗎? 你這個人挺壞的 你老婆和兒子欠人家一身寨 你在這裡懶懶懶, 你有沒有良心? 不管, 我挺有良心 比起你當然沒有 沒有, 看見人家幾乎那麼慘 不捨得追 既然如此, 你不如把他那筆數 給我, 你以後就不要搞他 我幫他背起那筆數 你嗎? 這份是武士集團求我做顧問的拼容書 這間房間就是武士集團求我住的 你是不是人? 這是人人, 自己是吃好住好的 扔下老婆子冷貓在哪裡? 你有沒有懷疑過 不是人家不喜歡高樓底 吃芝士和喝紅酒的呢? 一句到尾了 你是不是頂了整毛年筆數? 借錢和還錢 只不過是現金流動的一種方式 你可以留在年度 也可以留在我那裡 好, 現在我有這份拼容書 我去任何一間財務公司借錢 我相信都沒問題 恐怕還會…起碼便宜一來 你又想玩什麼? 我用廣東話再說一遍 我想你把蛇毛連獻你們的錢 撥歸於我名下 第二, 我想問你們財務公司 借錢來掩蓋這筆錢 我先說一遍 什麼都你說了 也不知道你是誰真是假的 不, 打電話 一個電話就起了你就活該 邮 coordin掉出來的 一 去便宜整個錢 為甚麼 你的家要問他 對他在小弟這筆錢 ей小盗 很快 樂 可以 spinach 我快樂 你用來洗澡 這筆錢 有機會